欢迎收看1600股谜开讲 这股谜的疑难杂症 有老师来开讲 我是崔优达 台股今天不靠神机 不靠台积电照样涨给你看 今天全值股当中轮动到了 航运货贿跟金融来称指数 所以今天大盘涨66点 占在14600点大关 难道这是选举之前 财经部会有权力做多的迹象吗 要来请教的是资深分析师翁世俊 世俊老师午安 各位大家午安 大家午安 好 另一方面 美国在这个礼拜是感恩节假期 那下班周的两件大事丁子系 第一个就是英王的谈话 第二个就是联组会公布的会议记录 会决定美股接下来怎么走 要来请教的是资深分析师张家豪 阿豪老师午安 佑达大家好 我是阿豪 好 世俊老师 我们先来看今天台股的表现 真的是还不错 因为站稳在14600点大关 但是今天台积电涨一块 没有涨太多 轮动到了航运跟金融族群 但是我们来看两条线 两条线 因为你说这个礼拜就已经提醒大家 可能是量缩整理盘 的确就是在这个关卡 做一个差不多两三百点的区间整理 那礼拜四礼拜五你会有做什么样的预测呢 好 那其实这礼拜的行情 我们就在礼拜一有限规划完 我们讲说这个礼拜是选举的前一周 涨势高 就是会涨 但是大概涨到礼拜四礼拜五 就不太会动了 那目前来看是依照这个规划 再进行适中 那依照昨天道琼创短线新高 费半涨三个percent来看 其实台股今天并不是说太强 而且还有利多 就是金管会释出这个利多 只有涨66点 那也就是说可能明后两天 纵使它过高也不要太急的追 因为整体台股它波动会缩小 因为你看先大跌完 然后再大涨 整个波动会很小 尤其你看台止期更明显 上次结算在这边 就是说上礼拜结算嘛 然后跟上礼拜五的高点 你把它连起来 它是一个短时间的压力 就是说你可能过了 就不要急的追 好 那你就筹码来看 你会发现到最近外资 它是相对是可能在休息吧 你看今天买二几亿 虽然是有买 买不多啦 就是说它可能要感恩节 要休假嘛 明天休市 然后接下来可能12月有圣诞节 就是说可能外资这边波动 它的买卖就会稍微缩小 但是它绝对不会跌 不然它不会留那么多多单 会啊 留仓 一万多口 一直提醒大家说 你不要太偏空看 因为它多单这么多 除非它多单整个掉下来 才可能有大幅再拉回 好 那我们有看到说 今天早上这个 金管会准许外资拿台股抵押 跟境外金融机构借外币 那它其实目的就是希望说 外资不要把台股当成提款机 对啊 因为你把台股当成提款机的话 你接下来就是可能 明年继续又是升息年 那你会不会继续把台积电砍出去 对 那刚好跟佑达聊到 就是说今天金融特别强 对 所以可能外资就是买金融 因为毕竟说 金融拿去抵押 金融拿去抵押 金融波动比较小 就是说的风险没有那么高 就是说电子股的话 它波动这么大 就比较不会拿去抵押 所以说金融除了说政策做多之外 有可能是这个原因 它可能拿补一些库存回来这样 对 没错没错 好 那大概就是选举行情 先到这一两天 没有两天有过高就不要急的追 好 那半年线目前的话是还站得蛮稳的 它就是维持晶晶涨 整个盘面它轮动很健康 因为现在电子其实今天休息 其实算休息 那就是涨到像航运 金融 生计昨天跌 今天又涨回来 对啊 内资的味道相当明显 对 它这个就是一个选举行情 这个生计股目前是这样看 好 我们看盘是如果说没有 太大幅度的变动的话 再加上说外资11月份感恩节 但是接下来12月 它可能还要再放耶旦节价值 对 没错 那就代表说12月份 可能还是一个内资盘咯 没错 又打讲得对 就是说外资如果在那边休假 往年来看 12月份大概就是一个内资盘 就是说看这个集团作帐跟投信作帐 好 那投信的话最近 大家吓到说昨天转卖 前天转卖 今天还好又买回来 今天又买回来 对 那可能投信有一些 记底作帐的压力 他在做一些换股 所以我们今天再把最近投信买的股票 抓出来看 然后我们今天还加了一些大型股 然后再去等一下再看一下一些 他卖的股票稍微避开一下 那我们就看几档 像我们昨天有讲到像是 京居今天也续涨嘛 然后生技股的像智晴也涨 那美食今天是涨停板嘛 对 然后像光照昨天也有在那个名单里面 今天也大涨 主要就是最近投信还买蛮多 持股比例也不要太高 太高怕它倒出来 都不到5%对不对 对 都不到5%对 那我们今天再看一下大型股 比如说像2201的育龙 最近 哇 这很红啊 2201的育龙 对 昨天刚好跟又打讨论到 就是说投信最近在卖华欣 然后买育龙 对 所以育龙最近相当的强 应该是一个集团做账的题材 那我们再看一下2603的长龙 哪会提到长龙喔 因为长龙其实投信这十天 是买了1602张 对 外资也是买超的 然后你会发现到这个航运股 最近是利空不断 那个运价一直跌 还要说什么空贵很多 对 空贵很多 然后明年可能会转亏什么的一堆 可是股价居然没有跌 既然是占上所有均线 对 这就妙了 利空不跌 对 利空不跌 那毕竟说长龙它前三季大赚 就已经超越去年了 它净值还有1到第三季的净值 它还有200多 240几块吧 现在股价才153 所以会不会有一个投资型的价值浮现 这可以做期待的 万一运价不跌了 就说这礼拜五下午公布的运价不跌 那其实随时都有可能做反弹 那如果长龙做反弹 那像是阳明跟万海 都有机会做弹起来 好 这是在长龙的部分 那今天这个世俊老师 用这个投信买超 跟持股比例比较太高的几档 给大家参考 玉龙 金居 智勤 光照 长龙 玉金光跟美食 但是你刚刚提到一个重点 因为投信最近 买这些没有错 但是它在做换股操作 哪一些是砍出去的 我们要小心的呢 好 因为投信是 先前跌的时候买很多 就天天都买 那现在涨起来 是有一点有买有卖 万一它在卖的股票 那就是可能稍微先 看听一下 并不是说它会大幅转落 可是你就要进场 可能就要先等一下 比如说像最近卖很多华星 最近今天反弹 其实反弹也不是很强 那群创 元泰最近就非常的弱 你看它卖了1.1万张 可是今天它终结日可以连黑 有一个小小的反弹这样子 那主要是因为来到前波低点 只是说这种 相较于大盘的弱势股 你要抢反弹就可能要 等它至少要站回五日线 站稳个三天 然后投信不卖 你再来抢我觉得会好一点 所以不用急着在这边抄底 我觉得是 然后再看下面这三档 都是投信持股比例 相当高的 超过10% 11% 11% 11% 那也涨的涨幅也蛮大的 就是创意涨幅比较大 其他两档倒还好 就是说如果说 投信没有转买之前 就先不要急着强短 所以这三档可能是 投信会继续卖的 目前来看是 就紧盯它的买卖超 紧盯投信在这个光宝科台办创意 因为持股比例都超过一成 对 算很高 这是投信持股比例高的这三档 那我们先从强势的帮大家 举例说起 1795的美食今天真的是 好棒棒 好强 因为非常非常的强 它的成交值竟然一度超车台积电 它是创挂牌性高 对 那这大概是今天最红的股票一档 我觉得还会继续涨 看起来这个气势 那它主要的题材就是说 一升级股来说它算是 确定有获利 然后明年也会赚很多的股票 因为它的这个血要 开始在美国销售 那其实凯基投顾 就是很看好它这一点理由 今天才有这份报告 对 今天才出来 那把目标要调到350 那你看它今年其实第三季 获利就出来了 它这个第三季就赚了7块 前三季就前九月 就三季赚了10块多 那也就是说法人股 明年大概有18块左右 就是将近两个股本 对 但就是说获利相当好 那其实这个有点像 有点在嘎空的 其实它在 我看昨天的卷制比 就到30%了 你看量都出来 那我们之前有谈到就是说 嘎空一定要量嘛 它真的是量还蛮大 那有的人呢 不用急着听力咯 我觉得可以先续报 因为它除了说投信买之外 外资买很多 尤其是大模跟小模 那大模跟小模 最近的操作是相当好 我看它这一个月 它们的持股是大概赚了 二三十亿 就说市场的股票加起来 那假如说外资买 然后投信也买 那我觉得这个短线应该还有高点 所以只要法人筹码没有送动 就是续报 对 目前还是可以续报 这是在1795的美食 那另外一档是3406的郁金光 今天也出现了短波的高点 而且有出量 但是比较美中不足的是 它好像有点开高走低 对 那因为本来今天的资金 就不是在电子股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说郁金光 它昨天的法说讲得非常的好 所以还不错 它就说第四季 跟明年第一季都会同期新高 正常来说 就是说它的第四季跟 明年第一季是淡季 就是说业绩衰退就正常 因为它第三季太好了 可能说苹果拉货 汇兑收益 所以说它的第三季财报相当的好 第三季就大赚 好 那我觉得说 目前来看 我稍微看一下 就是说有些报告 有像瑞银嘛 瑞银还是把它的物价价 调高到五百多 五百五 然后一些本土投顾是看中立 那我觉得的话 今天的话 因为主要它冲高 昨天就应该有些人押宝 对 那个法说会 应该会讲得不错来押宝 应该讲得不错 有押宝 所以开高有点卖压 有点上限 所以可能是隔日冲 有点像隔日冲 然后刚好也碰到年线 然后前波的高点的压力 那我觉得说你有的还是可以续报 那除非它把这个 这个大量的低点破了 这可能就是一个卖出的讯号 那因为今天至少 它还是创了一个短线的高点 我觉得无伤大雅 所以是大量低点不破续报 对 我觉得是可以续报的 那另外一档强势股呢 是我们讲了好几天的 8358的金居 对 因为它是可以连好几黑 原本都担心说它嘎不太动 只有今天一根红磅 一红吃六黑 对 所以今天还小步的 这个环步的出量 它是还是值得往上去追高追价的吗 追价 我觉得可以适度的追价 因为毕竟今天还是有创短线新高 因为它是先比大盘零涨的股票 然后投信之前也买蛮多 我们昨天有追踪说买了 11月来买8000多张 算是小股本里面的第一名 那因为这个Intel跟AMD 它推出新平台 所以我觉得金居它是最受惠的 因为它在铜箔这边 有一个关键的地位 那假如说 你看这个红K 之前四根黑K 红K把它吃过去了 这六根黑K 红K把它吃过去了 所以我觉得还是有机会来挑战新高 这个我觉得倒是可以续报 所以就是看回不回续报就对了 对 除非外资大幅卖 投信大幅卖潮 那可能就要小心 好 这是在8358的金居操作 那要小心的 就是投信有卖的这两档 创意跟台半 台半好像今天现行比较弱势 对 今天盘中有沙蛮大的 然后创意盘中有跌 可是后来拉起来 因为它还是有一些嘎空的题材 好 那我们之前在上上上礼拜 最后一集的时候来讲 投信买什么 那时候看到就是这个创意 刚买的 那时候刚买的 对 在这边 11月的时候 那也涨得超级大段了 那刚好破了五日线 今天破五日线 然后投信最近三四天 都是在卖潮的 那个就是可能涨多 你就是不要急着去追高 台半的话就是说 之前投信也买很多 那感觉像买不动 就是说可能70附近是买一点 然后拉高到80附近 第一个还有年限的压力 年限在这边 然后可能前方的套牢卖压也蛮大 当然这两档股票来看 他们基本面都没什么问题 那假如说投信在卖 我觉得短时间先不要去追会比较好 那我补充问一下 因为您之前说的时候 大概是70块的价位 那如果有短线赚到 80块的 现在跌回来 需要先获利放口袋吗 需要啊 需要先获利放口袋 先不要急着抢 不要急着抢 可能会在这边打第二只脚 也是有可能 因为毕竟他们两档 资产股票基本面也不会太差 好 那也因为时间的关系 如果大家有听不懂的 或是想得到更进阶的教学 现在马上拿起手机 手电视上这个QR code 加世俊老师的LINE 或者是LINE搜寻WENG888 那老师今天有什么样的资料 或是小提示要给大家的呢 好 那昨天送大家的是这个 好像是库长股 对对对 库长股 那今天的话 我还是一样跟大家讲说 我扫下这个LINE 除了每天的早报 个股研究报告 我每天都会录直播 今天的直播有教大家 如何选股 因为这样行情 今天大家不知道怎么选股 也会涨满多了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就是扫下这个QR code 然后小小数打WENG888 好 那我觉得 这个礼拜涨4家 到选前一两天 就不要急着去买 买盘可能会稍微缩手 但是下礼拜应该还是不看蛋 下礼拜不看蛋 节目回来也要告诉大家 今天生计股当中还有隐藏版的黑马吗 虽然美食已经领军创新高了 但是位阶比较落后的 像什么中天合一 联手工掌停 但是还是有一档 最近涨太多被处置 目前还在被关 反而不怕当充客搅局吗 稍后来请教的是张家豪老师 欢迎你回到1600股民开讲 我是崔佑达 在上一节的节目当中提到了 今天外资虽然有买买了二十几亿 买不多 所以选前大家 是不是你不动我不动呢 新台币今天也没有太大的行情 便知0.5分 收在31.218元 所以接下来要问阿豪老师了 台股到今天为止 已经站稳在半年线大关了 难道下一步说 我们要直接上看万五大关吗 但是这个类股的轮涨 轮动的速度是相当快的 因为之前最强的是细制裁 结果换成了大力光光学股的接棒 结果这个礼拜变成了生计股 跟军工股的天下 所以股民们该如何掌握投资的节奏 其实我们在上一次通告的时候 第一个礼拜它只有反弹了5% 5% 那时候还想说为什么台股那么落后 对 后来我们到11月11号 通告的最后一天 它已经拼上来1400点了 但是那时候我记得 也有导致还很好奇地问我说 老师这个是不是会到这里 这个是不是也会到这里 结果到今天我在盘中的时候一看 真的耶 我们来验证了 对 就是它采用我们的剧本 那采用我们的剧本的话 一拼上来的话已经34% 两千点了 对 所以今年的跌幅 它已经收复了34%了 那问题是现在大家比较关心的是 这两千点其实很多观众朋友 我不知道有没有赚得到钱 但是应该都有 至少有喝到甘蔗汁 有尝到一点甜头 那大家现在比较关心的是 涨了两千点了是不是接下来 还有没有行情 会继续涨吗这样 对 所以我们从技术分析的角度切入 这个是加全指数 加全指数其实今年最重的一条 压力是在这里 它在上个礼拜突破了 所以在这个礼拜 大家还记得吗 昨天盘中一度有大跌 但是大跌之后 马上拉上来 对 拉了160几点 你如果从这个技术角度去看的话 它就是在做这条线的回撤 所以其实答案就很明显了 如果说这条线 它能够回撤成功的时候 其实照理来讲 它后面的那个速度就会很快 这个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 其实你会发现在之前 它一直都是在这个50以下 弹到50就被打下去 弹到50就被打下去 这次也是 可是如果说你让它占上50的话 那就不是反弹 那个速度就会很快 周KD要占上50 所以这个34%你看现在 已经2000点了 好像很多了 可是我如果给各位看这个东西的话 你就会觉得说老师好像还有很多 对啊 道琼 周K好 65% 对啊 你看道琼工业指数 今年最大的乱源都是他们在乱嘛 谁这个一下子搞那个升息 结果他们今年跌了100%来算的话 已经涨了65%回去 收复6成以上 对 收复6成5了嘛 所以你看它为什么会那么强 因为它突破了这个下降压力线 没有 周K突破了这个下降压力线 所以台股现在就只在等一个人 在等谁 在等这个 因为美国的科技股倒是反弹得 比较落后一些 对 其实我们台股 跟纳指的联动性是比较高的 因为毕竟大部分还是以电子股为主 以电子股的话 有没有发现纳斯达克指数 这一个礼拜刚好来到这条线 正在挑战下降压力线 对 它上个礼拜也有压回 那你有没有发现 道琼工业指数上个礼拜 它也有压回 周K上一周是有压回的 对 它的前一周有压回 接着就过去了 就冲出去了 对 所以其实纳斯达克指数 我们在想着说 美国他们这个礼拜 一下子英文又要发表言论 一下子又要FED的这种东西 对 所以其实不要去管那些东西 如果说它发表完毕之后 这个能够过去的时候 我们台股那个速度就会很快了 所以就是要看说纳斯达克指数的反弹 台股接下来跟上的速度 当然如果你说指数还会再涨的话 当然大家觉得说 现在纳斯达克指数的就是台积电 那有什么样的关键价位 可以来做参考 因为今天最高点496块 也就是说差4块钱 然后差4块钱 台积电就可以供500块大关了 本周有希望 对 其实这个我们私底下 我们在跟一些观众朋友 在私讯聊天的时候 大家都会有讨论到这个问题 那时候是不是说 台积电在300多块的时候 其实我们如果领到选票的时候 我们心情是蛮忧郁的 那忧郁的英文叫做Blue 对 所以他就 一看了300多块 现在已经400多块 甚至如果说我们领到选票的时候 他已经变成是5开头的时候 我们那个心情是不是完全不一样 当然这个是我们在题外话 可是如果就以真正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台积电从688 杀到了370 对不对 可是他跨越了最重要的就是 那个401到457 你的观众朋友应该都非常清楚 因为它是跨年度的 跨年度的这个景象 401到457 457 对 这一条嘛 其实你会看 这50几块钱好像很困难 对不对 可是他要供的话他只花5天 他只花5天他就过去了 甚至他最后一天要供那个457的时候 他还公布了 原来古神巴菲特人家第三季 就已经进去抄底了 所以那天消息一出来的时候 457直接用跳供的方式 助供的方式 对 所以各位千万不要没信心 但是你要看得懂人家的手法 所以你来看 他一旦过去的时候 这个下降切线是不是就突破了 那突破之后两个重点 第一个 以量价关系来看的话 前面的大量 压力在这里 再来的次大量 压力是不是在这里 可是这两个价位很远 对 561跟618 太远了吧 对 所以我们以那个 这个下降切线来看的时候 它的第一个目标是不是 这个是最高点跟次高点 次高点是不是427 527 如果说这个527他摸着摸着 真的不小心给他摸上去的时候 以切线理论来讲的话 他已经突破了这个次高点的话 那再来就是回去找妈妈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短线价不是看500整数关卡 是看这个下降压力 切线的这个527 那个500是我们投票的时候 心情比较开心的 心理关卡的压力 这个是在台积电的部分 除了台积电之外 我们再来回到大盘来讲 因为现在大家担心大盘有一个现象 因为KD值 KD值冲到了80以上 已经在这边钝化很久了 KD的高档钝化 会不会有这种翻转的疑虑呢 对 这个部分就是我们一般 在学教科书的时候 大家都会觉得说 这KD到80以上的话 它是相对的高档 对 不是过热的讯号 对 有过热的讯号 但是大家忘记翻到下一页 下一页 教科书下一页写什么 他也告诉我们说 但是它如果一直在80以上 一直都没有掉下来的话 那个叫做钝化 那钝化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钝化代表的那个是标谷的意思 对 因为KD它因为公式的关系 它不可能到100 可是你如果说这个地方 它一直在80上不去的时候 那表示人家有一直在加热 加热是加热在什么地方 就是加热在骨架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当它突破80的时候 指数才开始往上飙 对耶 对 所以这个大家如果说 知道这样子的观念的时候 那问题就很简单了 如果说它一直没有 在这个80跌破的时候 表示说它继续在走钝化 那就继续往上飙 所以反倒现在不要希望说 KD来往下修正 会是更好的事情 对 这个是我们在实战经验上 我们观察到一个 很有趣的一个现象 好 再回到我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 应该都知道反弹三部曲 因为我上节目一转眼 真的已经快一年了 快一年的时间 最后通告已经快一年了 所以反弹三部曲的时候 第三部曲是什么 MACD如果一直在零走以下 那个都是属于反弹的范围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MACD目前已经变成是在零走以上 零走以上 对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一直跟各位 去报告的 在月底就要投票 那时候在十月底的时候 就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说 肯了十年的一个 肯了十个月的这个树里了 总要喝一下甘蔗脂肪 所以第一个月底投票 这一波拉上来就直接2000点了 而且它会有个连锁反应 也就是说这一波拉上来的时候 谁最紧张 法人他们最紧张 因为他们到12月31号的时候 他们要缴出一张征绩单 今年年度的一个操作绩效 那第一个比较的对象是谁 就是家权指数 你说已经反弹回成34% 对 今年已经收复了34% 所以我只要讥笑小于34%的 我压力就很大 你又严肖车笨到你回去吃自己 你连大盘都拼不过 你当什么法人 所以其实他们会很紧张 这是我们一厢亲恩的想法 还是事实上就是这个样子 我记得在上一次 我们节目的时候是不是 对 11月11号 是不是就提到这一根 六四七二的宝类 对 六四七二的宝类 其实那时候大家会觉得说 已经长这么多了 会不会遇到前高的压力 对 可是我们是说 你看得懂的就知道 这个地方人家就已经在宣告 我要过高了 而且他一旦过高的时候 一旦过高的时候 是这样子喷上去 对 喷到被关紧闭 过高更强 现在被处置 对 喷到被关紧闭 被处置 而且今天继续在创新高 那你植物一看 那到底是谁把他推上去了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键号 是不是这一根 是不是这一根 这根对下来是谁推上去的 是不是法人 是法人买上去的 对 所以法人 这本来是那支他们在敢进度的股票 但是法人说 也来参与咖 对 我也要拼机笑 所以你看是不是 那支跟法人一起来的时候 这多热闹 整整一张就超过20万了 已经81%了 好 这是阿豪老师推荐 之前帮大家介绍6472的宝瑞 因为时间关系 阿豪老师今天还有 甚至是这样的创意操作教学 那如果想要得到更精洁的教学 现在马上拿起您的手机 电视上的QR Code 或者是LINE搜寻 GOOD580178 阿豪老师还有什么样的 网路教学要给大家呢 对 其实我们的观众朋友 扫完QR Code之后 一直在问我说 老师 那个右上角记事本在哪里 很多人还私讯在问你对不对 对… 来 这是我们的手机 手机右上角这个图示 右上角这个图示 你扫描之后记得按一下 按一下这个就是记事本 那如果说按178的话 比如说我们刚才 我们这两个礼拜 我们在追踪什么 我们在追踪这种涨一倍的 追踪这种涨八成的 那他们到底是怎么涨 有没有办法再找接下来 跟他们一样的 行情一定有 但是关键就在这个节奏 因为现在大家最想要做的就是